都可以拿來以後當作一種證據 或者去查的 我覺得現在不是司法要查 要不要查的問題 現在是既然蔡民眾議員有說 到底蔡民眾議員有說 到底蔡民眾議員有收這條錢嗎 還是國民眾議員有收這條錢嗎 還是蔡民眾議員會不會說 你出來說 我覺得是 他說可以說我漏報 洪瑩 漏報那也是有個答案 我意思說 你要讓大家交代說有啊沒有 跟九二共識一樣 有沒有嘛 對不對 九不報就失效啦 沒有 那也是一種答案 你要出來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明天就出來講 到底蔡民眾是說謊 還是說你漏報 不管哪裡 反正找個理由 到底這條錢有嗎 一千五百萬有嗎 第二的我們真的會說 如果真的有的話 這一千五百萬 那時候是關的時候 是為什麼可以這樣關 大家都知道 政治現金要關不是這種關法 對不對 你就算說要捐這麼多 你怎麼要分散去捐 不可能有一個人 那明顯違反政治現金法 為什麼要這樣關 不適當嗎 何老師 我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台北銀行賣給富邦 是 我到時候再來跟你拿政治現金 你覺得這樣適當嗎 所以我這就有話要說 我差不多問說 這一千五百萬到底是怎麼樣捐罰 你如果不記得 什麼叫對價關係 很有名的一個案 叫做中藥商案 他也是都說是獻金 但是因為那些立法委員說 投票的時候有贊成中藥商提的案 這樣就判斷了 有 他們有收錢 是喔 他們有收錢 是不是收10萬 但是那時候中藥商也說 我是把贊助給付錢 對不對 我也是政治獻金 但是我不是這樣認為 我不是說你們有對價關係 因為你拿他的錢 所以你贊成他的力量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 那你這一千五百萬 到時捐的時候 有沒有對價關係要來查 但是我說 這個司法在查進行 馬上就 明天就出來說 不過那些立法委員 是他還有九公 一百萬都說有什麼 你會有政治獻金 對 這一千五百萬沒有錢 對 鳳議 他的官1500就是 我猜測 因為超過政治獻金的上限 他也不可以補 他官1500的意思就是 這條要補 是可以做自己 鄭文龍 是在什麼案件裡面 聽到蔡明宗說 絕對是二次經改案件 因為蔡明宗可以出訂的 就是二次經改案 所以鄭文龍這句 為剛才印證 李敖頭一個出來指控 馬英九貪污 二次經改 富邦並台北銀行 李敖公開在電視台公開講 李敖要選播 要參選 那個區的立法委員 公開講 他是指控馬英九貪污 那你自然說 不知道他指控的政府在哪裡 怕你政府都把這個政府拿出來 我相信秋頭應該 還有這些問題 不是只有富邦 併台北銀行而已 國發院 國發院是馬英九在做國民黨主席 不會出去了 但是他市長不敢賠 不敢併更 所以國發院的嚴厲 開始成功 等到馬英九動算了 豪農賓 董義賓公 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所以今天政府拿出來的東西 我相信 可能不只一千五百萬 但是 對 在書面裡面 一家說出來 有做筆劃就是一千五百萬 我也相信 政府和李敖 絕對是不一樣的政治看法 不可能說政府和李敖 兩個有事 所以他在機構 馬英九貪污 政府和拿政府 不可能 但是他們知道是一樣 這件事 知道得比較多 知道得比較少而已 所以如果一直挖下去 我也很奇怪 二次經改 現在開始還沒選擇 還沒選擇 還沒選擇 現在挖下去 我不知道法官 他要怎麼做什麼 所以鄭文榮他就說了 他說 談到二次經改 鄭文榮說 必須看二次經改 是不是總統的職權 以及所收受的政治獻金 有無對價關係而定 他反逼馬英九 處理富邦金控 合併北市營為例說 馬英九不僅吃了富邦幾次 余智宴都講不清楚 對於富邦金 有沒有捐款給馬英九 蔡明忠跟他的父親蔡萬財 供詞也不一樣 蔡萬財說 一毛錢都沒捐 蔡明忠是法庭說千塊嗎 好 這樣 來 拍謝徐老師 弘以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總統有管到經改嗎 沒有 對不對 這些銀行要並來並去 總統在管 台北市長是有管到 台北市營並給富邦 這是市長的職權 這的確是市長的職權 弘以 這沒有什麼憲法裡面 什麼規定的問題 這就是市長的職權 大家都在講什麼 政治獻金法 不是啦 弘以 1500萬如果去 沒有用到選舉上面去 那請問有沒有變成馬英九的 私人財產 有沒有變成他的收入 如果申報也沒有 弘以 這1500萬有洗錢的問題 你洗到哪裡去 洗到女兒的帳戶去嗎 周美興常常出國 是在看什麼東西 馬英九你國外有沒有帳戶啊 你們家在國外有沒有這樣 弘以他的姐妹都住在國外 他的姐姐都住在國外 這些錢是怎麼跑的 弘以這有洗錢的問題 不是單純的 這是現金我申報的問題 弘以如果真的有洗錢 難道只有富邦這個案子 有洗錢的問題 我們前面講 李遠哲講了10億了 陳水扁講20億 柯建民講6億多 對 弘以這合起來這幾十億 如果在國民黨選舉的帳裡面都沒有 那馬英九的 申報財產也沒有 那報6億7啊 弘以那錢跑去哪裡 錢跑去哪裡 對啊 這是洗錢的問題 大家都講說這是真實現金不是 這沒那麼單純 錢就算真實現金漏報 那也要有地方去啊 有花掉啊 如果沒花掉 變成誰的財產 這還不是正宇的問題喔 所以弘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而且大家在講說 什麼蔡萬財講不能給錢不收 你們公司買台北市銀 你還敢捐錢給馬英九 馬英九還敢收你的錢 這根本就是利益衝突的問題 根本就不能拿嘛 蔡萬財跟蔡民宗講的 不只是內容不一樣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不一樣 蔡萬財不是在法庭講的 蔡萬財是在法庭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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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萬財是他會在法庭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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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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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你就講什麼理由 好啦 我忘了報 錢 錢拿去哪裡 花去哪裡 忘了報那個錢還是在那邊 不是 忘了報錢就沒有 這樣一千五百人到底跑出去 我們都知道馬英九有一個綽號 叫做馬更正 人家對他記者落筆 有時候對他流不離 對他的形象如果有上海 他馬上就去反更正 或是說那個記者寫不符合他的意思的位 或是不是很貼人的意思 他就去更正 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 包括李彥哲說他收兩個企業加10億 包括你現在鄭文朗說這15萬 還有這個阿彬也跟你說 我建民跟你說6億多 這都有對馬英九的形象 對他一向在標榜說他親人的形象 很大的殺殺量 為什麼馬英九到現在 這不是今天才說的 這已經李彥哲說這也已經整年了 這些特工他拿這些錢 這些人說的都很久 馬英九將來不在這個事情 去做任何的辯駁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 這個是馬更正嗎 所以如果說馬英九你認為這些都不是事實 那你應該出來澄清啊 或者是控告他們啊 或者是要求他們道歉啊 都沒有 你如果從李彥哲說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動作 這個就讓人家更加的懷疑 馬英九真的是青年嗎 好 談到九二共識 那麼中國國財辦的主任王毅 有公開的這個說明 他為什麼不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個表呢 我們都在等待啊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